自大陸螺蛇粉因为包中有统战标语被揪出 其实从来没有准许进口 若有市售商品就属于走私或是虚报 根据财政部官务署统计 过去两年共查获自大陆走私的螺蛇粉 791件 8400公斤 都依规定末入除以罚还 但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台湾受欢迎的大陆食品 其实也违法 这款黄飞红麻辣花生 重口味不少人喜欢 但因为花生产品在台湾有生产 为了保护国内产业 比照螺蛇粉不能在台销售 也就是说市面上包含私体通路 或网购平台都是违法卖 但台湾人吃了这么久 到处买得到 怎么明明不能卖 但主管机关从来都没作为 另外还有这种咸零食摩浴爽 先前在小学生间很流行 但人工添加物多 也被营养师提醒少吃为妙 一样是大陆进口 输入规定包含F01 向卫福部食药署申请办理输入查验 和NPE大陆物品有条件准许输入 而主成分蒟蒻粉 没出现在相关26项货名 但曾有进口商申请专案进口 贸易局在转油工业局认定 因为在台湾没有生产商 因此有申请专案就能输台 但目前电商甚至超商 都有在卖磨浴爽 经济部说会清查背后的进口商 是否有进行专案申请 如果违规 进口商会被停权两个月到一年 严重的话 还会被废止厂商的登记资格 TVBS新闻张敏如 黄俊卫特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